你觉得这个藏匿是出于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 或者是爷爷奶奶全家人对孩子的爱 还是说出于可能有一天 这个孩子能坐在谈判桌上 跟你谈出更大的价值 我觉得他们把孩子藏起来就是 有报复我的心里在里面 我感觉 因为我感觉他这个人 就是特别容易控制一个人的精神 就是他经常都说了 你那点小脑袋 你怎么玩得过我 你心里面在想什么 我摸得一清而楚 恰好我觉得他就是掌握了我的每一种思维动态 然后一直在控制着我 这也是我之前一直分手分不掉的原因 你觉得他对你的控制包不包含未婚生子的自卑 你有这种自卑吗 有 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觉得从小这种 就是农村家庭里面的这种很保守的这种思想吧 不要说未婚生子了 就是未婚怀孕我都有点接受不了的 我自己觉得压力很大 我父母的压力也很大 然后他就一直在精神上控制我 实际上现在社会的包容性已经完全没有了 那个时代赋予一个妇女 未婚生子这样的羞辱和这样的自卑感 自己知道我也能接受 但是我的父母接受不了 就是我自己 我作为孩子的母亲 我也是 我也是我父母的女儿 我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就是他们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面 就是已经彻底抬不起头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因为像我们 我这种情况也比较少 我就是我们村子里面 为素不多的一个大学生 所有的亲戚朋友啊 还有那个村子里面的那些人 他们对我的评价都是很高的那种 我一直给他们带来的都是光荣 但是就是因为我未婚生子怀孕这件事情 让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就黑暗了 那你如果要回了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你接下来还要面临更长时间 别人的质疑和他们的眼光 你能淡定吗 我这些我都已经看得很开了 我觉得我不在乎了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了 你现在有多久没有见到孩子了 到今天应该已经整整五个多月 快要六个月了 你觉得你最大的忍耐力和承受力 应该是能承受多长期限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 我一分钟我一刻我都等不了 我恨不得立马就能见到孩子 甚至说孩子被抢走的这一段时间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弥补孩子 我也作为一个母亲 我特别理解你现在心情 而且我感同身受 但是我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可能未来领会了他之后 面临的生活上的困境 远远超出你现在的想象 但是无论你未来生活过得好与不好 我都希望你能够走出那段阴霾 就是未婚生子并不是什么可耻的 你能伟大的坚定的 做你该母亲承担的责任 你就是好样子 这段阴霾情楼在里面 临道